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总经费1100万元 历经了8个多月的施工 吉安乡圣安活动中心 从原建物面积115平增建到202平 26号特别举办了增建启用典礼 即社区环保宣导的活动 期盼未来圣安活动中心增建启用之后 能够更满足地方乡亲的使用需求 提供更多的多功能服务 花莲吉安乡圣安活动中心 原先只有一层楼70平空间 但近年圣安公园还地渔民 社区居民缺少活动环境 因此相公所去年开始改建活动中心 扩建2楼约80平面积 26日举行圣安村活动中心 征建启用典礼 即社区环保宣导活动 在诸多与会贵宾及社区长者的掌声 与祝福生夏揭开红彩 宣告完成增建工程 无论是在黄香岛的时候 或是在右香岛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吉安乡的各个活动中心 几几乎都已经完成了 我们道乡这几年 从前年的道乡到后来南昌 还有我们的关华 最近的关华到现在的我们的圣安 那去年我们也把北昌 这个活动中心前面的这个来秋场 这些是坎丁都做好 长期以来看到圣安活动中心 这个使用率都要排队 所以我们在整个增建计划里面 谢谢我们县政府 挹注五百万的经费 谢谢我们的代表会 通过了六百万的 这样的一个制酬经费来挹注 可以高频率的使用 看到我们乡亲乐活 甚至于延席跟整个在运动上面 尤其在我们的七角川西的河畔 可以看到一个这样子美丽 而且友善的空间 在我们坐落在圣安活动中心 承认吉安商长的黄鑫表示 因为过去争取筹策经费 才有机会让圣安活动中心 顺利增建二楼 增建工程总经费达一千一百万元 历经八个多月施工 总员建物面积一百一十五平 增建达两百零二平 原本预定九月完工 因工程变更迟至十二月完成 未来老人会 健康站 选手队都可在活动中心进行 二楼及楼顶 还有简单的运动空间 期盼成为居民联络感情的据点 满足地方商亲需求 提供多功能服务 记者讲方言 简安箱报导 简安箱报导